本身打了就是我們台灣的第一針疫苗 那對於民眾好像沒有受到你的鼓舞 增加更多的一個信心 您覺得是什麼樣子的因素 那接下來你覺得怎麼樣做 可以讓民眾對於接種AZ疫苗 能夠更有信心 委員 今天你主動提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想借這個機會表示一下意見 委員作為在委員黨的立委 對我對執政團隊有許多的質疑或噴擊 這是正常我不以為意 但一個打疫苗不是我自己打 是有那麼多的醫生護士 整個過程很嚴謹 委員竟然說打假針 這個對辛苦的醫護人員 尤其這一年多來 在防疫工作上表現那麼好的醫護人員 所以我就想趁這個機會的時候 是不是院長都有更好的一個說明 因為你都親自打了 為什麼沒有這個效果 我們也認為醫護人員在第一線 那政府這邊的時候 院長跟部長一定要讓他們能夠更有信心 如果現在我提到了一個衛福部的一個資料 連醫護人員在第一線都沒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那我們覺得接下來要怎麼走 這就是我為什麼今天在這邊再請院長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那在野黨在質疑這整個過程 院長你都親自出來打了 大家還不放心 到底出在哪裡 是我們大內宣出了問題嗎 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他多次在政論節目當中 講到說有某位立委介入疫苗的採購 結果我們陳時中部長不敢處理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嘛 那就是吳子佳在做假消息 你有沒有告他 根據我們的法務組提供的意見裡面 是達到可以告的地步 那你為什麼不告他呢 你為什麼不告他以正視聽 就是說我們政府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告人民 委員你說打假針我也沒有告你 沒有 打假針是你剛剛講的 說有人說你打假針 說你如果覺得我這樣要告 你可以告沒有問題 院長 你如果覺得我在國會電堂質詢你這個問題 你覺得說你要告我 你可以告沒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只是講說 吳子佳董事長在媒體放話這麼多次 結果我們的 不是經驗的自己 政府採購團隊 竟然都沒有容忍 他是默認還是怎麼樣子 還是要包庇 跟委員報告我們再澄清 沒有默認 這是不對的訊息 那為什麼不去透過 法律的途徑 去以正視聽 為什麼不去這麼做 我們要看他的影響的層面 到底怎麼樣 所以你覺得吳子佳董事長這樣講 對整個疫苗採購團隊的影響層面還不高 那我們看他的影響 謝謝大家 我們走 你帶他的影響 我們走 我們來點訪 吧 我們走